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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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老人家對我們的經驗傳承 那山對我們來說是父親也是母親 因為我們到了山上就是回到家 阿嬤也有講一句話 你只要認真工作你就不怕肚子餓 所以以前的人都很勤奮 一大早就摸黑就出去工作了 晚上天快黑才回來 就是都是生活 就是你認真工作你就會得到你的收穫 你不認真工作你就沒有飯吃 才野生愛玉 我們從小大概國小一年幾吧 就在山上生活 山上就沒水沒電 以前還用煤油 那平常就是幫忙就是曬曬愛玉 大概長達一個多月吧 我跟我弟就是在陸陸溫泉 山上的上方 它有一個愛玉的賽場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爸爸和媽媽還是持續地去採野生的愛玉 野生的愛玉 它長得比較高大概都是兩三層樓 那個要爬的話很危險 然後用刀子慢慢拔一顆一顆的愛玉割下來 那我們在底下剪 剪好之後 然後就 爸媽會帶你走一段路 然後後面你要自己回去 所以從小就是 對那個高山的那個方向感就特別的好 也是從小訓練 不是說每個原住民都很厲害 有時候就從小就開始這樣訓練 然後回來到那個海端回到故鄉 是因為爸爸媽媽年紀都大了 然後我家有種梅子還有愛玉 那採收之後那過程中要搬運的過程 老人家沒辦法 所以我後來思考了很久 而決定就回來海端來這邊工作